非常非常避非充电 怎么甩 都不会掉下来的高码紋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道具 两根就是这样子 比较粗的这种橡皮筋 像我选的是这种 一股上面有三根的 这样子的这种橡皮筋 还有一根就是这种 橡胶的这样子的橡皮筋 那我就准备一把梳子就可以了 首先先从偶后这里开始 向上分一个区 把头顶这里的头发预留出来 预留的这个发量呢 大概差不多是你头发的四分之一 预留出这样子一块的头发 然后你就把下面这一束头发 尽你的所有能力 尽量往上梳 往你的头顶上面来梳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拿出我的这种 比较粗的这样子的橡皮筋 来把它扎住 因为它这个橡皮筋 比较粗比较快一点 所以它扎好之后呢 会呈现像瀑布一样的这种感觉 这样子散下来 大家这样子 把它往周围拉一下 让它成 瀑布的这种感觉散下来 然后接下来是上面的层头发 刘海的地方呢 大家预留出就是我们要 挡到蓝脸的这个部分 然后剩下的 你就给它按照 你后面的这个马尾的这个 把它盖上去 然后上面的这个部分呢 你就不要用梳子去舒坦了 用手抓出来的感觉会 比较更自然一点 好 这样子 差不多了之后 还是用这个粗的橡皮筋 把它和刚刚 然后下面扎的这个马尾 重合在一起 这个应该能比较 然后上面的头发 最上面的头发 做一个这样子 都能往前拉一下 黑四周拉一下 然后头顶 这里拉拉松 然后最后 这一根橡皮橡胶的橡皮筋 再来估两圈 大家记住就是这个 橡胶的这个橡皮筋 一定要卡在最里面的这里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种橡胶的这种橡皮筋 它的摩擦力会比较大 就可以防止我们刚刚所有 就是拉的这些头发 它松布的这种橡皮筋 它是比较容易划的 就即使你现在拉得很紧 就是可能你头甩一下什么的 它就还是会容易松开 好 这样子一个 一飞冲天的马尾 就完成了 你这样子甩 它都不带松点 然后这种马尾 就是正面看 特别的好看 就是那种